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今政权的看法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侧重这个看法所导致的美中脱钩的呼声和建议及其行动 这次节目我要为您介绍两位业界的人士的观点 一位是美国知名媒体高管和银行家以及白宫前顾问班农的见解 另一位是美国学者作家张家敦相关的观点 我们也要略微地看一看脱钩的具体行动 斯蒂芬·班农是近来活跃的中美关系事务评论家 作为美国媒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前银行投资家 他也曾经是川普执政期间的白宫首席战略家和川普总统的顾问 2020年3月2日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摩专访班农 访问期间他质疑川普总统多次放言说习近平正在努力解决疫情问题的说法 而班农为川普的辩护则表现出他对习近平处理疫情方式的严重不满 他说 川普总统持续敦促习主席提供更多数据和更高的透明度 这是首要的事 在彭斯副总统的访谈中 你可以看他对这一方面的强调 人们像卢比奥和我 我们这样的人 实际上是在说 嘿 中共说的每件事都是谎言 他们扭曲每一件事 他们打压信息 就像现在发生的这样 他们失去了整整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他们可能失去了去年整个12月的时间 而且在1月份也都一直在打压真相 川普看起来是在迫使习近平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川普总统正在这样做 口齿林立思路清晰 提问尖锐的巴蒂罗摩女记者 针对阿肯瑟州参议员科顿质疑病毒起源的问题 提问说 阿肯瑟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 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起源的 中国唯一的四级超级试验室在武汉 他质疑病毒的起源 言论自由在宪法保障下的这个美国 从来都不是一个舆论一致的国家 由于言论的自由度和媒体的独立性 这个社会对很多敏感的问题 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班农对上述女记者的问题的回答 就显示了美国主流媒体和政界内部 对此一质疑的批评 他说 对于科顿参议员这么说 你知道主流媒体和极左人士说 哦 他是个阴谋论者 班农接下来解释说 这其实是敦促中共及其首脑 分享病毒相关的信息 与世界合作抗击疫情 班农说 但他其实所说的仅仅是质询 而且与彭斯副总统说的一致 这其实是说 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有责任出面 并提供所有有关病毒的信息 这就是科顿所要说的 这其实说的是他们 中共有责任允许美国疾控中心到武汉 让他们到P4研究所 去取得所有的信息 我想你理解彭斯的潜台词 他的意思就是说 川普通过与习的对话 迫使中共的信息更加透明 各位听众 中国当局刻意延缓治理疫情 掩盖真相 打压信息的传递者 暴露出政府漠视人民生命的 基本的事实 这个事实 对于历来真实个体生命的 美国人而言 难以置信 因为难以置信 而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 从而严重地粉碎了 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最后的信任 加重了美国智囊界 商贸界 舆论界 政界 对于美国产业 依赖中国 经济合作不对等 国家安全方面的焦虑 与中国经济迅速脱钩 恢复自立 因而成为势在必行的思路 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首记专题 2020武汉起义 被追杀的声音 班农接下来回答记者 所说的这番话 可以看作是 美国业界人士 在中国疫情问题上 失信之后 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和深化 中国的价格 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对吗 那有全球项目 始终把重点 放在剥削中国奴隶劳工上 从而使生产成本降到最低 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 那有一带一路 那有你知道的 中国制造2025 那还有华为 你知道整个华为的情况 川普总统说 嘿 工业民主国家 必须把这个供应链搬回来 而所有华尔街的拉拉队们 你没有看到他们上周 出来唱反调吧 因为现在人们都明白了 这不仅是国家安全 还有生命健康安全 都依赖于中国中部的供应链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 采访班农的记者 接下来的回应 指出了美国对华舆论 整体转向的大趋势 我告诉你 总统已经改变了 有关中国的认知 现在你看到公司和企业 都在考虑 是否还能再信任中国 而班农同时指出 放弃对中国的信任和合作 这正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对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思想 班农说 记住 他的整个贸易主题 都是将供应链 带回工业民主国家 从第一天开始 这就是他的整个贸易谈判的主题 消除言论控制下的误区 从而铺设独立思考的基石 还原历史或现实真相 从而开辟奇迪心智的道路 点燃思想与意义的灯火 从而打造继绝存亡的诺亚方舟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记专题 每周二播出并上传本台网站 主持人北明 恭请关注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学界的看法 18年前 《以中国崩溃》一书文明 显示出对中共极权本质 有深入洞察和深入研究的 美国专栏作家 时事评论家张家敦 3月4日接受新唐人媒体采访 他从世卫组织的官方言论 中国最近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数字 以及中国当局的公开的治理政策 分析了世卫组织与中国当局的关系 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他说 看起来中国已经收买了世卫组织 因为世卫组织的任何官方言论 都是中国想要它说的 中国最近发布的统计数字 显示其感染病例继续下降 这完全迎合了习近平的意愿 那就是让全国工人回到工作岗位 一旦你看到统计数字迎合领导人的政策 你就必须十分的小心 我们不知道中国内部发生了什么 而且我甚至觉得世卫组织也不知道 所知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中共现在采取极端措施 控制舆论 控制信息 所以我们最好能说的是 我们知道目前疫情一定在继续蔓延 我们知道中国在不遗余力地 阻止外国调查病毒的来源 而且中国政府做的事 是和他们的宣传背道而驰的 那就是病毒扩散 与诸多经济观察家的看法一样 张家敦完全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状况 他说 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萎缩 你看看中国石油的需求 与上年同比下降了20% 而汽车销售量 本月前16天以来 与去年同比 本月就是2月 下降了92% 与中国经济上脱钩 是这位从经济学角度 论述中国崩溃的学者 张家敦的明确主张 他说 虽然很痛苦 但是我们确实必须 把工厂撤出中国 我们确实必须切断这些产业链 我们确实需要脱钩 这个脱钩并非是他的个人见解 而这种见解 在中国当局处理新冠病毒的 这种罕见的方式之下 在客观上 获得了美国各界十分广泛的认同 张家敦说 我认为这种认知已经很普遍了 这种冠状病毒的游戏 改变了人们相关的认知 因为他清楚地告诉世人 当我们将自己与一个不稳定 而且极其危险的政权挂钩时 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 张家敦预言说 中美之间的脱钩势在必行 而且无可避免地要加速实现 他说 我们将会看到中美之间加速脱钩 而这是件好事 没人愿意彻底斩断 与另一个国家的联系 但是当前的事件显示 这是绝对必须的 确实如此 就在本节目撰稿6天之后的3月11号 这几年收视率持续保持第一的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刊登了一篇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和美国众议院前议长 纽特·金里奇联署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是 新冠病毒暴露中国 掌控公共卫生与经济 扭转势在必行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 随着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 以及美国的持续蔓延 美国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 首次面临普遍短缺的前景 在美国的腹地 有超过40%的制造商的业务 遭受负面的影响 现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已经宣布基本药物的首次短缺 文章强调说 美国必须把重建国内产业链 作为自己的优先事务 为此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 提出了三项措施或建议 首先是政策和立法 在政府方面 为了满足对医疗用品的新的需求 授权蓬勃向上的美国私营企业 持续发展 在国会方面 为了鼓励美国投资人在本土投资 通过一项永久性的减税法案 同时 针对临选的新的医疗结构和设备 增设相应的临时性的减免费用的措施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建议是贷款政策 文章说 为了促使产业链回归美国本土 拥有贷款业务的机构 如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 通过将内部生产转移到美国的方式 或者其他的 从美国小型企业购买的方式 向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本 以解决其供应链的问题 所谓内部生产 也就是说 是不依赖外部资源的 完全自主的生产流程 那么第三个建议 是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在特殊时期的特别职责 这项职责就是 在美国企业因为冠状病毒肆虐 而挣扎于产业链中断的时候 政府必须解决任何税收 监管和资本壁垒的问题 在这之后文章指出 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 关键的医疗领域中 美国国力的欠缺 已经严重的危害到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经济 限制了美国对应目前的危机和未来卫生危机的能力 而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就是公共卫生系统和经济 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为此文章建议 在全球供应链动荡 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徘徊时 美国应当采取动作 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 文章最后敦促说 为使美国商家承诺投资本土 并照顾好自己的雇员 美国国会和川普政府 应当采取无论怎样的可行的所有的措施 以使私营企业在美国本土得以发展 这将稳固美国的经济 潜在地挽救美国人的生命 并增强美国抵御疾病影响的能力 文章说 更重要的是 这将是对我们长期能量 和在争夺供应链时期 摆脱中共控制的高回报的投资 2020武汉起义被追杀的声音 中共欺视失信 中美脱钩在即 评述起于中共治理新冠肺炎 在美国引发的反应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手机专题 我是主持人北明 北方的北明天的明 谢谢您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